我们看这一边,它说以m为单位,计算这一些的平均数 我简单的,我在这边看到是以m为单位,这个是kmkmkm 所以我把它换成m是最简单的,ok,2分之2它会是等于0.4km 所以它也等于那个400米,因为我们知道km去m的时候是乘1000 ok,然后这一个1有4分之3,其实是1.75km 然后它会变成1750米,然后这一个是830米 ok,乘1000的时候,我就那个小数向后面移3个位,然后向后移3个位,然后向后移3个位 ok,所以这一个呢,它其实是2000米 所以我们的平均呢,会是怎样找的呢?平均就是全部加起来先 就我的400,加830,再加830,过后先,应该是加1750,再加830,再加2000 然后全部一起除以多少个?1,2,3,4,4,4个,全部一起除4 ok,所以我的这一个,呃,400,1750,然后830,跟2000,我全部加起来的时候 我这边80,呃,4980,所以它会变成4980,所以我的4980呢 它再除以4,所以它会变成4980,除以4 所以我的4980,除以4的时候,144,然后9,428,然后18,44,16,然后这边16,然后20,54,20 所以它答案会是等于1245米,所以答案是D,1245米